爱吃桃子却不爱吃桃皮怎么办 这样做可以收获高颜值水晶桃子果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迷你厨房 先先放暑假去他奶奶家了 虽然在家很全 但是还要点想他了 我自己在家没意思 在家吃个桃子吧 大家看我家后院 桃树上的桃子成熟了 哇 红红的 赶紧把它摘下来 再把桃子洗干净 一定要多洗几遍 桃子是洗好了 可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吃桃子皮 那我就用祖传大菜刀 把桃子皮削掉吧 我的刀工不错吧 我把去掉外皮的大妹桃吃掉 嗯 真的太甜了 可是 这些桃子皮扔掉也太可惜了 哎 有了 我可以用桃子皮做桃子水晶果冻 我不信 你敢不信 那你就瞧好了 玻璃倒入生命之水 点火 再把桃子皮倒进锅里 煮出颜色 熬入268粒白糖 从老王家树上 摘下来的一个大柠檬 嗯 再把柠檬切开 锅里滴几滴柠檬汁 桃子水颜色变得更加红 真的很神奇啊 颜色变得更红了 再把桃子皮捞出来 锅里倒入适量的白凉粉 搅拌均匀 煮至沸腾关火 再把桃汁液倒入桃子模具中 倒八成满 放入冰箱冷藏10分钟 呃 不要钱的水蜜桃饮料 倒入锅中 同样也加入白凉粉 煮至沸腾关火 把水蜜桃饮料倒入模具中 倒满 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 接下来做饼底 把饼干倒入裱花袋里 压碎 把饼干碎倒入大盆里 放在一旁备用 锅里倒入生命之水 把黄油隔水融化 融化后关火 再把黄油倒入饼干碎盆中 搅拌均匀 再把饼干碎倒入盘中 再把饼干碎压平 再撒一点点椰蓉 放入冰箱冷冻半小时 呃 再配上两个桃子叶子做点缀 最关键的一步 给桃子果冻脱膜 完了 又要翻车了 怎么封开了呢 问题不大 我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好了 那么高颜值的水晶桃子果冻就做好了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大家能给我打多少分呢 这么漂亮的水晶桃子果冻尝尝味道如何 哇塞 一口下去 满满初恋的感觉 Q弹爽滑 香香甜甜 贼好吃 这样的桃皮果冻 大家有想吃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扣一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태 כ 凡母亲 感谢观看